哈喽,你们好,我是美国南卡房产代理政杰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 是美国贷款方式买房子需要的FHA 那这个方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买房的贷款方式 因为它需要的信用分比较低,只需要达到580 然后它的首付也比较低,只有3.5% 那有的人有可以发现说,低于580的 在500到580之间的也有人可以拿到这个FHA 那它要求的是这个贷款人要拿出10%的首付 那FHA呢,只能够用在主要住宅,不能够用在投资房 然后FHA的话,它有一个叫做MIP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这个的话就是说,你的这个贷款年限 贷款比如说贷款是30年,贷款30年中都要付的一个费用 如果你的首付已经超过10%的话 那你只需要把前面11年有这个MIP的费用 那交房的时候的前期大概是基础贷款金额的1.75 接着每年大概是0.15到0.75 这样一个比例 为什么说华人也需要知道一下这个贷款方式 虽然我们用的是conventional比较多 因为假设哪一天你要卖房呢 你是不是也要知道说哪一天你收到报价了 然后你的买家是FHA 你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前期你要知道 假设,假设比如说你的房子是1978年以前的 你要知道说你的喷漆不能够有脱落的 因为这样子是没有办法通过FHA的评估的 然后如果你是有cross space的话 你的地下也是不能够有积水的 那最后讲的就是FHA 他在做这个贷款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评估员过去进行FHA的这个检验 保证说能够达到这个贷款的一些基本要求 所以这个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支持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美国南卡房产代理郑杰 803553 6902 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拨打我的电话 谢谢大家